我刚刚把素材都找完了 我发现周杰伦是 怎么办 因为他是你的偶像 你还包拼了这样 那不能够 那也不行 近点网络人们吹底下视频 你还会吹笛子 他这个口风的位置太歪了 然后是敌对的角度 我们一般要求敌尾稍微倾斜 他这个烧得有点大 这样的话 他出来的声音会很奇怪 甚至可能没有声音 希望姑娘不嫌弃 不要吹好吧 救救我 那你为什么 今天盛装打扮来赴我的约呢 我没有 我家伙这个好像低膜都没有贴 没有低膜的话也能出伤 但是没有音阶会很乖 你拿你拿 没有碎我哪知道哪边是头啊 背面有两个对称口 那是低位 建议沈腾老师学一下低辅导 这么的吧 沈老师守的前后位置是对的 但是吃笛子不可取 有一种乐器口风跟沈腾老师的差不多 是这样直接含住的叫做八屋 因为它是有黄片的 所以是直接含住去吹 沈老师的综艺效果拉门 爱了爱了 这个是熏的声音啊 但是它拿的是陶笛 熏 陶笛 陶笛这个位置有一个哨 所以它一吹就能吹响 熏是没有的 陶笛 熏 音色是不一样的 有一大批粉丝给我发了周董的这个视频 先说结论啊 不是现场是吹的 但是周董确实会吹 这场演唱会周董的执法除了开头一个地方有问题 其他都是完美的 而且包括装饰音周董的手指都是在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音频的这个地方是 但是周董的执法是 只有这一个地方有问题 其他的都是OK的 上一期节目说了录节目的时候的一些操作 这一期也刚好说一下演唱会 我们乐手是在乐池里面 是有专门的收音设备来保证我们演奏时候的音频的质量 但歌手的话 在舞台上面 歌手的麦主要是用来唱歌的 因为调度上的一些问题 我不可能我要展示乐器的时候 上来一个人给你上话筒 对吧 所以在有限的条件下 为了保证音频的质量 会放program 但是呢 手型 执法 口风 这些一系列的东西都要对好 真吹的话 其实质量很难保证 就像这一场 这个麦都快炸了 我们来还原一下提铁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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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找素材的时候还找到了05年的乌与伦比的在苏州场的音乐会 这场的梯田执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是粉丝直开 所以可以确定是现场放的Program而不是后期去修音 好最后周董什么时候出专辑 到底